如果我的 这里没写 如果我的这个 直接转发模式 下面我的homeac和homeap 比方说在这个网络里面 它是属于同一个网段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homeac 配置成一个叫做homeproxy 就是home家庭代理 这个中文怎么说 homeproxy这么一个东西 可以配置在我的这个homeac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一个三层转发里面 三层漫游里面 直接转发的时候 我的一个流量 就可以不经过我的一个ap 直接经过我的一个ac去走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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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清楚 虽然我们这也是直接转发 但是数据无论如何 都是要光顾一下这个homeac的 因为我这个fac里面 是不一定有去往目标网段的 这个信息的 所以还是要光顾我这个homeac 要光顾一下的 那么这一块注意一下 这块注意一下 好了 那么我们实际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ac间的这个漫游已经建立了很好了 什么漫游组了 漫游浴了 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全部弄好了 那么在实际在运行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会存在一个问题的 那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那个广播 广播 广播在我们的手机主机上面都会时时刻刻在发的 你是控制不住的 那么在我的广播进行一个传递的时候 它会在像这种全互联的网络 一或一或是部分互联的网络 只要是产生环络的网络里面就会有问题 因为我的一个ac这里进来一个广播以后 我这个ac我需要把我的这个信息往外传嘛 我有可能不属于我这个ap下面了 我有可能是属于别的ac下面的一些信息 我反正是个广播 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个ac下面是哪一个组织的 我不清楚的是吧 广播嘛 然后他就会在所有的这个ac之间去进行一个泛红 进行一个泛红 那么这个就是跟我们交换机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我泛红以后 那么都泛红都泛红都泛红 那么是会成环的 那么会成环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他会把我的这个广播包 广播包以一个单播的形式 转成单播的形式去发给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ac 那么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一个环录的一个问题 当我收到一个广播的时候 环录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我ac收到一个广播包的时候 它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机制 处理一个机制 那么除了我们这一种实际在用的时候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还有种情况非常非常容易发生 就是我们一个叫做隧道汇聚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相当于说我的这个ap 比方说都收到了 我都是ac接漫游嘛 我都是要漫游到我的这个 漫游到我这个ap上面的 那么我这里也收到一个广播 我这里也收到一个广播 那么势必在我这个ap和这个ap 就这两个ap 这个ap里面的我势必会收到两份 会收到两份广播报文 那么我两份广播报文发下去以后 他会也会发两份 因为广播嘛是吧 会发两份给我的这个station 给我的中端 那么我中端就收到重复报文了 对我的网络是一种浪费嘛 是种浪费 那么这种怎么解决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使用一个单播的形式 去做这个事情 我也不用广播了 我单播 该到哪里去 就到哪里去 那么它是有关于我的广播 在我的这个 我这个WLine网络里面传播的时候 它的一些问题 它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除了广播以外呢 还有主播 那么主播的报文一样呢 也是会有我们这个隧道 也是会有我们这个隧道汇聚的一个问题的 那么它呢 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广播一样 采用相同的这个方式去处理 相同方式去处理啊 那么对于这些我们ACJ漫游的用户 有些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收到我们这个 home网络的这个发来的 这个主播数据的时候 它怎么处理呢 那么它这个会用到我们的这个 IGMP的一个查询报文 查询报文 那么主要是通从我们的这个 Foreign AP 就是我们漫游过去的这个AP 向我们的这个漫游用户呢 发一个这个 IGMP的一个数据包 那么大家如果了解主播的话 都知道这是一个主播 查询的一个数据包 是吧 主播主查询 它是一个IGMP嘛 主播主查询的一个报文 那么我的终端呢 就会发加入我的主播的 会加入我一个主播的 那么我的FAP呢 就会对我的这个 那个上行的这个主播报文呢 就会直接在这个 我的这个漫游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这个已经漫游过去的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转发 那么我的一个跨AC的一个漫游 如果要说主播报的话 它会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机制在这里 处理一个机制在这里啊 那么这一块 清楚一下 清楚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继续往下看